这是一个宁静的小山村 真是太美好了 村长的小房子 视线往内 他还在看书 想搞啥 这时候女巫从旁边跑过去 老爷子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然后就赶紧跑出去 来到窗户前 看到女巫的身影 他怎么敢大白天来到村子中呢 这也太嚣张了吧 村长老爷子超级愤怒 必须搞清楚女巫的计划 去看看情况吧 直接冲出大门 往前面冲去 这个村民不要管 奇怪 女巫怎么消失了 这让老村长的心中有些慌 追到村子外面 看到这个超级大峡谷 这时候 他来到老爷子身后 知见一下 这个女巫也太坏了吧 但是没有办法搞她 老村长掉到洞窟之中 观察着四周 很好奇周围的东西 去其他地方瞅瞅 有没有啥子好玩的东西 这里的环境还真是诡异呢 搞得村长十分的害怕 但是有啥子办法呢 好奇的村长决定还是过去瞅瞅再说 然后就来到前门 两个大门 选择哪一个进去比较好 随便挑一个吧 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说 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没有区别 看到这个奇怪的机器 不知道有啥子好用的 直接启动 没啥子用 其他房间瞅瞅 又出现一个机器 也顺便启动了 那么剩下的东西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直接一波走起 等到全部启动以后 这个脑袋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然后又一个脑袋冒了出来 还真是奇怪的东西呢 也不知道有啥子用 村长慢慢走出来 很高兴啊 终于出来了 快点回家 哎 大脑袋居然在村子旁边 怎么搞大这是 还有一个 看这种情况 怎么有种村子被包围的感觉 老村长在想 要不过去看看 或者换一个瞅瞅也可以 其他地方呢 好家伙 还真的有 村子已经被这些脑袋包围了 老爷子吓得躲到屋子中 现在也就只有小房子 能多少给他一点安全感 在房子中悄悯悯的观察着 这里居然冒出窟窿 另外一边呢 看脑袋的样子 和苦力怕很像啊 打开大门 苦力怕走出来 观察四周 便走出了门 这是墨影人的房子 打开大门 墨影人也走了出来 这一边 村长也走出来 情况比想象中的更加严峻 先去找点工具 哦 发现了墨影人 三个家伙都在这 村长开始使用能力 我丢 居然变成肌肉壮汉 直接冲过去 战斗开始 三个小家伙 瞬间就被干掉 到底是老村长 虽然平时比较怂 但是关键时刻 还是十分靠谱的 行吧 回到屋子中 继续修炼魔法 夜明心兮 这边是怪物的房子 要搞事情吗 走出房子 想要咪咪的潜入 村子很安静 也不知道小骷髅到底想干啥子 就在村子中乱晃悠 放了一个TNT 直接炸裂 再用弓箭瞄准着 这样搞也没啥子用啊 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右舍一会儿 快点撤退吧 村长走出家门 超级生气 骷髅看到以后 还在挑衅 这能忍吗 肯定不能忍啊 然后村长就冲过去 两个家伙开始战斗 谁能获得胜利呢 有点不妙 村长的大招还在CD中 两个家伙 你来我晃几个回合 加速一波吧 然后就把这个小东西干掉 看来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必须提防这些 随时可能进攻的怪物 如果村长的大哥回来 也许能彻底解决这些东西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拜拜 我想溜 下期再见